在反坦克导弹出来之前 反坦克炮基本上占据了反坦克武器的半壁江山 之所以有这个现象 是因为其底层逻辑非常简单清晰 就是斗兽齐的逻辑 只要对方出了一台更强的坦克 我们就直接出更强的反坦克炮 就可以直接反制敌方的坦克了 在二战中 这样的反坦克炮理论被各国大量实践 比如德国就有著名的88毫米反一切炮 而在盟军这边 英国堪称反坦克炮领域的老大 从可以被吉普拖着走的二棒炮 到盟军反坦克炮中间六棒炮 一直到虎豹杀手十七棒炮 英军的反坦克炮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那如果英国人在冷战早期 手挫一门反坦克炮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很多观众可能都比较迷惑 冷战早期不应该是反坦克导弹 百花齐放的日子吗 怎么还有反坦克炮的事情 这就不得不追溯到宣告 二战欧洲战场结束的欧战胜利日 在欧战胜利日上 为了展示武力 盟军在柏林策划了一次 是无前例的阅兵 在英美法这边 阅兵的武器还都算是正常 M4谢尔曼 克伦威尔等坦克 一次通过检阅台 显得有些平平无奇 而等到了苏军要通过检阅台时 画风就有些不一样了 一种可怕的钢铁巨兽 缓慢的通过检阅台 它拥有独特的 剑簇形正面装甲和卵型炮塔 炮塔上的炮管粗细表明 它安装的还是一门 122毫米的坦克炮 后来人们才知道 这种重型坦克 是苏联刚刚研制成功的 IS-3重型坦克 如果德国投降再晚几个月 那么这种重型坦克 就将投入战场 碾压德国人的防线 它的122毫米D25T坦克炮 可以轻松击穿 德国的重型坦克 而它的装甲 更是专门针对于 德军的KWK-43L71 坦克炮设计 这门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二战最强坦克炮 长八八 它的正面拥有110毫米 倾斜72度的装甲 这也就意味着 当它正对敌人坦克时 即使是长八八这种 以穿身著称的坦克炮 在它面前也像耗子拖王八一样 无从下嘴 在看到此等钢铁巨物时 德国肯定不慌 因为德军已经战败了 这种坦克无论如何 也到不了自己身上 而英美法则慌得一批 在二战结束后 冷战就已经开始有了雏形 如果苏联此时向西欧进攻 那欧洲能拿什么来抵挡这种钢铁猛兽 要知道 虽然122炮可能无法正面击穿虎王 但当时 英军和美军最终的坦克 也不过丘吉尔和潘兴 即使是中级丘吉尔 即黑亲王 或者是汉街有黑豹装甲缆的超级潘兴 都无法抵挡 122毫米穿甲弹的击穿 而比防御更要命的是 他们根本无法找出任何一种火力 在正面击穿IS-3 比如在二战中 以穿深著称的QF-17棒炮 它即使发射脱壳穿甲弹 那IS-3的正面也一点办法没有 更不用提 美军还在使用全口径穿甲弹的90毫米火炮 如果IS-3的钢铁洪流冲向西欧 那西欧各国除了贪手等死之外 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你连对方的坦克都打不穿 就不要想和它的陆军抗衡了 所以IS-3在欧战胜利日阅兵上的亮相 引发了一场广泛的打穿防驻危机 实称IS-3危机 而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之深远 不仅导致所有冷战早期坦克 都将打穿IS-3作为衡量自己火力的标准 还让反坦克炮领域最重量级的英国 上马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于IS-3的反坦克项目 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角 FA4005重型反坦克兼机车 其实IS-3的防护秘诀并不难猜 110毫米装甲板并不厚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剑簇形的设计 和高达72度的轻角 在这个轻角下 斜穿最差劲的HAVP和APDS会无法咬住装甲 导致穿甲体在装甲表面滑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跳弹 而全口径穿甲弹的击穿路径 即使只考虑理论击穿厚度 它们所面对的也是厚约200毫米的装甲 但这还不是最恶心的 由于穿甲弹存在独特的转正效应 所以对于口径更小的火炮来说 击穿IS-3就变得更困难 同样的装甲面对不同口径的全口径穿甲弹时 实际防御效果可能会有100毫米的差距 所以如果要想击穿IS-3 最好的方法要么是力大专飞 使用高速大口径穿甲体 直接硬生生豁开IS-3的正面装甲 要么就只能取巧 找到一种不用在意那72度轻角的办法 直接攻击IS-3的110毫米装甲 好巧不巧 英国人还真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H1SH弹药 这种弹药被称为碎甲弹 或者粘着榴弹 顾名思义 这种榴弹可以粘服在东西上爆炸 这种弹药拥有薄金属外壳 内部填充塑性炸药 弹底具有延迟隐性 在炮弹命中目标时 炮弹外壳会被拍扁 在内装的塑性炸药 在动能的驱使下 在装甲表面均匀的 糊成一个炸药柄 最后 延迟隐心引爆这个炸药柄 在装甲表面爆炸 虽然乍一看上去 这种高爆弹无法穿透车体 自然也无法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但这其中可大有名头 引爆的塑性炸药 会在装甲表面产生冲击波 由于这个炸药柄表面积非常大 且与装甲钢直接接触 所以该冲击波可以通过装甲钢传输 在这个情况中 压缩冲击波通过装甲 传导到金属空气界面的点 在那里 一些能量被反射为张力波 这种现象称为脉冲载荷 在压缩波和拉波相交处 在金属就会产生高硬力区 导致钢片高速从内壁上伸出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种隔山打牛 在金属外表面轰上一拳 内表面就会有相应的金属碎片崩落 虽然H1SH弹药没有击穿装甲 但是崩落的金属碎片 依然可以杀伤车内成员 虽然它可以严重杀伤 使用军制钢装甲的坦克 但这种弹药初期 并不是作为反装甲弹药开发的 H1SH弹药的开发者 是丹尼斯顿·伯尼爵士 他于1940年开发了 这种化时代的弹药 但是这种弹药最初 是被用于对抗混凝土攻势 这样弹药即使不击穿目标 崩落的混凝土碎块 也可以杀伤军事内的敌军 当然这种弹药并非没有缺点 作为榴弹 它无法安装尾翼 所以它只能被线塘炮发射 否则弹头就无法稳定飞行 即使使用线塘炮发射 它也有缺点 那就是飞行速度不宜过快 过快的飞行速度 会导致塑性炸药 拍在装甲上的瞬间四处飞溅 或者干脆损坏隐性 导致无法起爆 所以它被设计为盾头弹药 在空气中会快速减速 以达到最佳起爆速度 这也就导致的 它完全无法涉及远距离目标 或者移动目标 以美军的M393HEP为例 它的出速仅为732米每秒 几乎完全无法涉及 1500米以上的移动目标 这种种因素都证明了 它注定只是一种近战弹药 此外 装甲缸虽然会传导冲击波 但是它并非没有代价 如果冲击波不够强力 那它在传导到坦克内部之前 就会被装甲吸收掉 所以如果想击穿足够厚的装甲 那爆炸就必须大到产生 足够强力的冲击波 粘着弹对于装甲的破坏力 与弹镜厚度比有关 简单来说 它能杀伤约弹体直径 1.5倍厚度钢制装甲内侧的人员 比如你使用了105毫米H1SH 那可击穿的厚度 就大概约为150毫米 当然 这受到了多重条件的制约 实战的击穿厚度 只会比这个低 但英国人可不管这些 作为美军在二战中 最亲密的盟友 在原著法案下 英国人的设计师们 也学到了一些美式解决方法 比如 粘着榴弹的击穿厚度 约为1.5倍口径 那也就意味着 它的击穿厚度没有上限 因为你永远可以造出 一门足够大的火炮 当然 由于必须低出速 和线塘炮发射的特性 英国工程师们 并不需要造一门足够大的火炮 只需要找一门 口径足够大的榴弹炮 就可以确保击穿IS-3 就在工程师们 埋头钻研碎甲弹时 英国陆军部的命令 随即派发 虽然现有的粘着榴弹 足够击穿IS-3 但谁也不确定 苏军会不会在IS-3之后 开发出来其他丧心病狂 装甲厚重的玩意儿 让现在的火炮的粘着榴弹 无法击穿 因此 陆军部提出了一项要求 要求开发一种 能够在2000码范围内 击穿6英寸厚 60度倾斜把板的火炮 并且寻找到 合适的底盘来携带它 在当时 英军已经在开发 6.5英寸 即165毫米的H1SH火炮 这种火炮 最后被用于 百夫长AV-21工程战车 但实话讲 对于6英寸60度的把板 165毫米粘着弹 仅仅能将其瘫痪 对其中的成员组的杀伤率 基本类似于抽奖 所以 设计师们寻求了一种 更大口径的火炮 这就是更美式的解决方法 如果弹药威力不够击穿装甲 那是你的火炮口径不够大 于是 按照陆军部的6英寸60度命令 工程师们设计了一种 7.2英寸火炮 这门火炮代号 粒粒白 能且只能发射 巨大的7.2英寸粘着榴弹 这种高爆南瓜头 可以说是瞪谁谁死 理论上 具有将近300毫米的穿透深度 别说IS-3了 即使是现代主战坦克 擦到了也很难留下全室 1952年12月 粒粒白的实验代号 被更新为更正式的名称 军械速射183毫米坦克 L4火炮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 口径最大的直射火炮 仅炮身就重达3.7吨 它发射的183毫米 H1SH弹药 全重72.5公斤 几乎为一个健康成年男性的体重 弹头就重约40公斤 堂口出速716米每秒 在开火的时候 这门火炮会产生恐怖的85吨后座力 所以必须好好考虑 使用何种底盘携带这种火炮 不然火炮狂暴的后座力 会撕开运在它的底盘 在设想中 这门L4183毫米火炮 将会拥有一个后置炮塔 重型坦克底盘 火炮和底盘的组合 被称为FV215坦克兼机车 这台坦克兼机车基本可以看成 是FV214征服者重型坦克 使用了后置炮塔的型号 但此时却出现了问题 FV214由于繁杂的工序 它无法在陆军部认为的 欧洲热战爆发之前 顺利改装为F215 因此陆军部要求 设计师们必须重新寻找底盘 同时F215并行制造 新选择的成品底盘是替代者 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内 如果欧战爆发 而FV215又没制作完成 那替代者就上战场 这个替代者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FV4005 在这个要求下 英国人只能选择 使用现成的百夫掌底盘 安装上183毫米L4火炮 先进行底盘测试 很快 三台百夫掌MK3底盘 被用于原型车的开发 除了拆除炮塔之外 它们和标准百夫掌 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拥有标准的 三英寸60度装甲 劳斯莱斯650马力流行发动机 以及霍斯特曼式悬挂 1951年 工程师们完成了 第一台FV4005 也就是FV4005 斯塔吉一的建造 也可以称其为 FV4005阶段一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个后座力测试平台 一块作为金属板的地台 被简单的焊接在 原本百夫掌炮塔的位置 其上安装L4 183毫米火炮 并与车体中轴线对齐 为了保证不会第一次测试 就报废宝贵的坦克底盘 火炮还安装了 同心反冲系统 用来减少狂暴的后座力 并且它虽然使用 金属板地台 来183毫米炮的炮架 但这块地台 可以随着炮塔 座圈的旋转而360度转动 而操作人员 为了防止炮管重心偏移 以及在侧向开火时 掀翻坦克的危险 所以水平旋转的角度 仅被限制在 车体前方的正负45度上 最后 为了防止后座力损坏悬挂 FV4005阶段一 还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火炮助厨 它位于车尾 使用线缆吊装 在需要设计时 助厨会被放下来 这样一来 开火时 后座力就会传导到助厨上 然后导入地面 这样就可以避免 后座力损坏悬挂 经过几次射击测试之后 工程师们惊喜地发现 即使拥有狂暴的后座力 但百夫长的底盘足够坚固 实验中没有出现结构性损伤 所以FV4005阶段二 也就是正式的替代者 被很快地建造出来 阶段一和阶段二之中 经历了一些小修改 首先是故障频发的 同心反冲后座力装置 被替换为了液压气动式 提升了可靠性 其次 为L4火炮更换了炮架 新的炮架终于不再是 简陋的无法抚养的测试平台 而是可以抚养的全新炮架 然后位于炮尾的辅助装弹机 也被删掉 多的位置换上了一个装填手 这样就可以避免 因为装弹机卡死 而无法开炮的问题 所以现在FA4005阶段二 拥有两个装填手 最后为了适应战场环境 FA4005阶段二 拥有一个装甲炮塔 不过别误会 虽然它是装甲炮塔 但它只有一点点装甲 其厚度为14毫米的装甲缸 仅能防御步枪子弹 甚至无法挡住大口径机枪 很显然 这种装甲和FA4005的任务相符 即在二线阵地和预设掩体里 偷偷黑枪 而非和坦克一起冲锋陷阵 如果这样来看 炮塔的装甲完全够用 甚至有赋予 在诺森博兰郡 李兹戴尔的测试期间 这些FA4005阶段二 总共发射了150发炮弹 主要部件均未出现可靠性问题 在1955年 供应部的战车司 在装甲战车发展联络报告中指出 FA4005阶段二的总体运作 已证明是令人满意的 虽然FA4005项目取得了英国二战后装甲项目中罕见的没有波折的成功 但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随着欧洲的防御体系从绝豪固守 往机动防御转变 机动缓慢的FA4005项目就已经走入了慢性死亡 随着匈牙利五官对T54的装甲检测 催生出一代神炮105毫米L7之后 全新的高速APDS弹药 可以毫无压力地豁开IS-3的正面 而全新的105毫米破甲弹 更是有400毫米的破身 至此 均制钢装甲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而H1SH弹药 也就只有当作一种另类的高爆弹的用途 最后 随着复合装甲和内部防崩落凯夫拉内衬的普及 H1SH弹药最后一点反装甲能力 也被彻底粉碎了 复合装甲由于内部有空气间隙 或者是有不同密度的材料 仅需要很薄的厚度 就可以达到远超均制钢装甲的对化学能弹药 即H1SH和H1AT弹药的防御能力 而凯夫拉防崩落内衬 则通过在装甲内部的纤维贴片 阻止崩落的装甲继续入侵成员舱 直接保护了成员的安全 随着莱茵金属120毫米滑糖炮的普及 无法使用滑糖炮发射的H1SH 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目前只有英国的挑战者2 使用的120毫米线糖炮 依然保留着发射H1SH弹药的能力 但随着挑战者3的改进 很快H1SH弹药就将拉上自己的帷幕 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对视频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 下期视频见